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我是陈罗斯 很久没有用普通话跟大家做视频了 我怕我的普通话快忘记了 所以今天再来普通话来做视频 那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 我相信这一台电脑当便宜 大家都应该看我之前做的视频 它是能用电脑或者是一个密碟的控制器 密碟的播放器来控制的 这一台琴是我跟学生一起做出来的 可是当我跟学生做完这一台琴之后 学生跟我说 其实我们DIY电脑的控制乐器 我们能不能做其他的 比方谈薄的 或者是耐弦的 或者是吹管的 我跟他说 其实是有可能的 但是老师还没有做过 他说他希望做一个 我跟他说 好啊 你没有听过 演员跟某某某声 同样就喊 有什么分别 那就多发展一下自己的梦想 我跟他说 你希望做一台怎么样的电脑控制乐器呢 他突然跟我说 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抒琴啊 你看看抒琴没有 抒琴就是一台抒着的琴 很多根弦的 那就是一台弹过乐器的吧 我跟他说 老师懂很多乐器 但是抒琴 我真的是没有弹过 那是一台真的抒琴很贵 你知道吗 入门的最小是五万 有很多根琴弦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有七十七根 一来是太贵了 二来七十七根 真的不容易 于是我到网上去找 看有没有这些小型的 那今天我跟你们谈一谈 我逃到了我说嘛 好吧 没有看过抒琴呢 我跟大家解说一下 我刚才跟大家说 我没有谈过抒琴 那是因为我是修读音乐的 因此各种类型的乐器我都有研究 应该是不是很难谈的 但是因为这个琴干到 现在音调是不紧的 我们要把它做一些调音工作 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一遍 这个音调应该是F的 但现在它显示是B 所以我把这个调紧一点 现在是E 再调高一点 F了 每一条都有这样调 现在我做一个调音工作了 我说这个抒琴的调音 真的不容易 因为这个这么小的 要有十九根 跟吉他不同 吉他只有六条 每一次都要调十九根 而且一台新的琴 因为它会适应这个气温的变化 所以它跑调是很经常的 所以每一次我都要这样调 那现在我们来听一听 我真的不懂调这个太多弦了 现在这个琴调好了 下一步我们是想 怎么样电脑把它的控制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研究客体 会跟我的学生一起来研究 你们要知道我们的成果 就要一直关注我们的视频 好了 今天分享先到这里了 我是卡罗斯 喜欢我的视频的 请关注点赞及转发 再见